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九月十四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节目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选择订阅华尔街电视频道接受通知 这样就可以在节目发布的第一时间获得提醒了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突然离任一事 根据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周一宣布 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卸任 而在他任内中美关系出现了急剧恶化 布兰斯塔德本人曾经两都出任爱荷华州的州长 他也是川普总统二零一六年竞选的重要支持者 二零一七年夏天他抵达北京 曾经对利用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个人关系建立紧密连结 报以高度期望 但是纽约时报文章介绍 他很快就发现自己身处川普总统贸易战的前线 到了今年整个中美关系局势呈现螺旋式的下降 对于许多人来讲 这预示着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正在进入冷战式对抗的新时代 有关于为何布兰斯坦德会在距离总统大选仅仅几个月前离任 仍然不清楚 北京大使馆没有立刻就蓬佩奥的声明置评 而蓬佩奥表示总统过去选择布兰斯坦德是因为他有数十年和中国打交道的经历 使其成为代表本届政府以及维护美国利益和理念的最佳人选 布兰斯坦德现年七十三岁 比起大使馆里的许多前任 他的形象很低调 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川普总统自己作为对华问题公开使者的重要角色 大使曾经私下会见习近平 他在后来成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还是一位县级干部的时候就见过他 当时习近平访问美国农村地区 但是那次私人关系没有转变成更加亲近的连结 布兰斯坦德曾在二零一九年罕见的访问西藏 但是随着中美关系恶化升级 他建立良好关系的努力 经常面临来自中国方面的努力 在上周美国国务院报言表示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报纸人民日报 拒绝刊登布兰斯坦德的一篇评论文章 而布兰斯坦德曾经希望向他在华盛顿的同行 中国著名大使崔滇凯经常做的那样 直接把自己的观点传达给中国读者 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人民日报的回应再次曝露了中国共产党对自由言论和认真严肃思想辩论的恐惧 以及北京方面在抱怨其他国家缺乏公平待遇时的虚伪 而人民日报回应表示 布兰斯坦德的文章有明显的错误事实 还有充满偏见 而有关于布兰斯坦德离任其实还有多处蹊跷之处 川普总统在周六与美国参议员乔恩·恩斯特进行了电话 当时谈到了话题 而当恩斯特把电话拿出来 让GOP竞选总部的竞选者能够听到川普讲话声音时 川普突然提到了曾任驻华大使的布兰斯坦德 以及这一位前州长的儿子埃里克 当时他是川普在爱荷华州竞选连任的高级顾问 川普说我只想感谢那里的所有人 我在现场听到的情况是非常棒 埃里克布兰斯坦德太棒了 你知道埃里克的父亲回来了 因为他想竞选 川普表示恩斯特和房间里的其他人都做出了回应 我们有一个真正的团队 而更为奇怪的是尽管在九月十四日 驻华大使布兰斯坦德离职的消息被多家媒体报道 但是北京方面却表示没有收到布兰斯坦德卸任的消息 美国驻华大使馆在九月十四日晚些时候发表正式声明 驻华大使馆发表声明说 驻华大使将于十月初卸下其美国特使职位 并且离开北京 而布兰斯坦德是在上周与川普总统通话确认了这样的决定 而他离开北京后就将返回之前所在的爱荷华州 声明还说美国大使馆在周一举行的一场内部全体大会上 布兰斯坦德大使感谢了美国驻华使领馆员工所做的辛勤工作 他说我最为自豪的是我们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以及为我们在美国的社区带来切实结果所做的工作 我们的目标仍然是为美国家庭带来有意义的可衡量的结果 我们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 我们将争取更多 与此同时布兰斯坦德大使本人也发表离任声明 他说能够在过去三年多来代表美国总统和美国人民 我感到格外荣幸 我们现在正在重新平衡美中关系 使其更公平对等 并能在两国都推动积极增长 这样的努力会继续 离任之时我和道任时一样乐观 我在中国遇到了非常多了不起的人 我太太克里斯汀和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热情好客 而布兰斯达德离职的消息非常的突然 但是在外交部在九月十四日的例行记者会上 当被问到布兰斯达德离职一事 发言人居然表示 我们注意到美方发布的有关推特 但是没有收到布兰斯达德大使即将卸任的消息 所以布兰斯达德大使的消息为什么在北京不予确认 以及他离职前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现在仍然有很多谜团 而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甲骨文与TikTok相关的更多情况 这里一起来看到来自彭博社的最新报道 文章表示熟悉谈判的人士说 甲骨文在TikTok的美国业务谈判中 已经战胜了竞争对手微软公司 而字节跳动和甲骨文之间的交易将成为企业重组 而不是直接出售 尽管它可能包括一个对新配置的美国业务的股份重组 其中人士说由于信息不公开 它不能够透露身份 而正在与甲骨文讨论的条款仍在不断变化中 正在讨论的方案之一是 甲骨文可以入股新成立的美国业务 同时作为TikTok在美国的技术合作伙伴 将视频应用的数据存放在甲骨文的云服务器中 知情人士表示 双方早期报价对美国业务的估值是二百五十亿美元 但是这是在中国官员对技术出口施加限制的新规定 进行权衡之前 甲骨文的股价在周一纽约市场开盘前早盘高达百分之十七 而上周五收予五十七美元 川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的禁令 要求被迫出售TikTok 这是华盛顿与北京最近关系破裂的核心问题之一 任何的交易仍然需要双方都签字通过 有一位人士表示 正在与沃尔玛合作的微软曾经被视为可能的赢家 但是最近几天谈判有所降温 该人士补充说 面对最近中国政府官员反对交易的迹象 微软并没有被要求对其最初的报价来进行修改 而根据熟悉讨论的人士透露 目前还不知道与甲骨文的交易能否通过川普政府的审核 但是把这笔交易说成是企业重组 可能会对缓解北京压力有所帮助 这可能会缓解对TikTok缓存美国敏感数据的担忧 同时也解决中国对出口关键人工智能技术的担忧 如果你说这是一次敌意收购 那么对于双方来说可能都不是好事 但是如果你把它框定为重组或者是分拆 对两国政府来说可能会更容易接受 而外交部发言人则在北京发布会上表示 中国已经多次谈及对TikTok的立场 美国现在正在围剿 这是典型的胁迫交易 而有知情人士表示自己跳动打算在川普政府规定的九月中旬的最后期限之前 向白宫提交提案 而与甲骨文的谈判进程 点燃了TikTok大部分年轻爱好者的庆祝活动 原因是现在看起来TikTok可以不用遭受关闭了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 这样的一款应用在全球大流行期间受到了许多年轻人的欢迎 因为大家没有办法外出活动 而TikTok此前在美国已经拥有超过一亿的忠实粉丝 沃尔玛现在仍然有意与甲骨文牵头的投资者财团一起对TikTok进行投资 而零售上的发言人在周一日表示 他将继续与字节跳动领导层还有其他相关方来进行讨论 而任何获准的交易都会满足监管 还有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 有关于公司重组的谈话让人回想起字节跳动 在夏季早些时候的原意 也就是出售TikTok的部分股权 或者叫做重组公司 在中国以外成立全球总部和董事会 而由于川普威胁要禁止该应用 以及随后的行政命令 禁止美国人和企业与TikTok做生意 这些愿望就变得复杂起来 如果这一家中国公司可以白宫达成一项不涉及直接强制出售的交易 对于一直不愿意交出珍贵资产的张一鸣来说 这将是重大的进展 然而批评者也在质疑 与甲骨文建立所谓技术合作关系 而不是直接出售 将如何缓解白宫的国家安全担忧 甲骨文在没有原代码和重大巨营变化的情况下 接管托管交易不会解决任何有关于TikTok的合理担忧 白宫如果接受这样的交易 将证明这次表演是纯粹的欺骗 Facebook的前首席安全官斯塔莫斯在推特上面发文这样表示 而北京的立场是更大的问题 在微软和甲骨文竞标提交后不久 中国政府宣布其有权密切参与任何交易审批 并且反对出口关键算法 而熟悉谈判的人士表示 字节跳动似乎渴望得到比微软想要更有限的那种协议 希望可以保留更多的控制权 而如果出售不能满足他们将业务和数据交到美国人手中的要求 有一些美国官员宁愿关闭TikTok的美国业务 字节跳动今天让我们知道 他们将不会把TikTok的美国业务出售给微软 周日微软的一份声明中这样写道 而微软代表拒绝在声明之外发表额外评论 甲骨文也没有回应 现在白宫也没有回应 置评请求 而对于企业软件巨头甲骨文来说TikTok其实并不是那么合适 鉴于该公司希望建立其云计算和消费者数据业务 这样的发展的确可能是有意义的 甲骨文为普通人建立档案 并将其出售给希望接触特定受众的公司 而TikTok存储了大量数据 是亚马逊网络服务 还有谷歌运营云服务的大客户 与自己跳动的合作也与甲骨文公司董事长拉里埃里森 为美国科技利益助威的做法产生共鸣 自从川普执政开始甲骨文就与他培养了关系 根据彭博社此前的报道 二零一六年首席执行官卡茨在川普总统的过渡团队中任职 两年后他在白宫与总统共进晚餐 并抱怨他认为不公平的政府合同 而副总统彭斯参观了甲骨文公司 位于加州鸿木城的总部 根据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数据 卡茨今年为支持川普连任捐赠了超过十二点五万美元 而埃里森在二月份让川普使用他在加州的庄严举行募捐活动 最近几周川普总统公开支持了甲骨文的竞标 并表示埃里森是了不起的人 川普总统的经济顾问纳瓦罗早些时候站出来反对向微软出售的可能性 并一度主张完全禁止TikTok 他在八月份出席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回应了这样的支持 他说如果你看一看微软与甲骨文的对比 在国家安全方面两个公司区别明显 微软在中国有很大的足迹 另外一方面甲骨文的声誉很好 他真的在其业务和中国之间设置了很好的防火墙 而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有趣的是美国的财长姆努钦在今天早些时候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 现在这笔交易还在等待白宫的最后批准 但是莫努钦特别强调 在美国建立一个TikTok全球总部可以为美国创造两万个职位 因此也有分析表示 其实这次是甲骨文和张一鸣之间的内部交易 张一鸣得以保全TikTok不完全出售 这样的珍贵资产仍然是在字节跳动旗下 甲骨文方面拿到TikTok的业务当然是不在话下 但是真正的问题是 这样的一个方案并没有解决川普总统所说的数据安全问题 反而是字节跳动方面略占上筹 最后再来为您关注到其他几条消息 在媒体报道 美国对中谈判核心智囊的美籍华医学者余茂春身份曝出后 突然传出他遭到了故乡安徽余氏家族踢出族谱 而在回应中央社对此询问时 余茂春以网络语言LOL也就是大笑的意思来答复 此前有媒体报道余茂春是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顾问 外媒报道余茂春主张美国强硬对抗中国 并建议美国把中共与中国区分 而报道欲出余茂春在中国家喻户晓 此前说余茂春一九六二年出生于安徽是在重庆长大的 而星岛日报曾经传出一段影片 一位老人在一间挂着愤怒声讨汉奸余茂春 开除余茂春族谱驱逐出族谱布条的会议室 用浓重的口音说 于是族谱邀请新闻媒体愤怒声讨汉奸余茂春 然后请另外一个人来通报余茂春的罪行 据说这一段影片拍摄于九月六日 但是没有办法确认 而此前余茂春也被母校切割 她曾经是重庆永川中学的文科高考状眼 母校将其名字刻在校园的墙上 但是七月底中国社交媒体网络流传影片显示 工人把她的名字从石碑刻除了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日本有关的消息 星期一公布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结果 七十一岁的菅义伟在总共五百三十四张有效票中获得了三百七十七票 击败了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的八十九票 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的六十八票正式当选自民党总裁 这意味着她在执政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大胜出 几乎没有悬念将在本星期出任第九十九任首相 接替因病辞职即将卸任的安倍晋三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